接下來我要講的是iFriend的開發流程 還有它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將來我們專題在開發Facebook很有層次裡面最主要的部分 因為FDML我們剛剛提到 Facebook已經打算將它放廢 就是已經不會再去更新它 所以如果我們要跟上它用API 就是用API跟上它的腳步的話 就是使用iFriend的方法 那iFriend的方法它後面還有一些技術還有一些工具來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講一下iFriend它最簡單的定義 它最主要那個程式在運作的時候 也是在我們的那個開發的社會上 而且它是用iFriend的方式 把我們的那個頁面把它切入到應用程式裡面 也就是說那個不接近 就是它Facebook是幫我們提供一個雙口 把它貼進來 那這個的話它最好的好處就是 它不需要受到那個Facebook的那個限制 就是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這一端 然後把它加入一些我們自己想要的DFS啊 JavaScript或者是一些 或是使用我們一些工具 像現在比較常用的AGS工具 就是像JQuery啊 或者是一些版面配置的一些工具等等 那這些東西的話就是 我們不需要在Facebook 經過Facebook的過濾 就是我們就直接 全部把它處理好以後再把它 添進來 那這樣的話 對於我們Debug的話也是有 很有幫助 那它最大的可能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它不需要做Facebook的那個 不去經手Facebook 就是我們在Debug 或者是在 做一些延伸應用 或者是做一些 就是開發在測試的時候 都可以直接在我們自己這邊 就已經先做好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 減少掉我們就是 跟Facebook聯繫的那些時間 那對我們開發者來講也是比較有必要 那它iFrame的話 其實跟 它跟那個 Facebook聯繫的差異只有差在 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首先就是一樣 就是使用者 它對Facebook的 我們的應用程式來做那個 Facebook聯繫 那接著它會 會穿一個叫做Facebook聯繫的東西 Facebook聯繫的話 它最主要是幫我們 幫使用者把那個 幫使用者找到我們的 iFrame的那個頁面去 那它 就是 它給它Facebook聯繫以後 使用者的那些瀏覽器 就會對我們 的Server來做Request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那個 Canvas那個畫布那個位置有沒有 它就是會去 那個地方 來跟我們要求 那個應用程式的內容 那 Request了以後呢 就是 我們自己寫的程式 就是 會先運作 然後 其中之中間一樣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API的呼叫 或者是資料的那個 交換等等的程序 那 資料交換以後呢 它再將整個iFrame把它 直接 沒有透過Facebook 直接送到那個 那個 使用者的那個 瀏覽器上面去 給它 給它那個觀看 那這邊的話 它最主要差別的就是 中間經過Facebook的話 Facebook只負責處理那個 丟給它那個 導向的那個 就是給它那個 Facebook 然後另外 就是 處理API的呼叫而已 那 它整個後面這些 呃 像語法啊 或者是那個 Tag那些 它都完全不會去管 那這樣的話 也方便我們自己去做自己的那個 開發 或者是我們自己用的那個 版面風格等等 那 它最主要的優點就是 它 可以用一些比較固件的一些 那個效果 像是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Ajs 加法Squivre 還有 GSS 等等 那這些的話 就可以給我們的應用程式 有更多的變化 然後並且有更多的彈性 然後另外就是它的優點 就是剛剛提到的 主義運作 然後可以測試跟Dbug 那這樣的話 就是 如果出問題的話 我們 在維修部分 就是可以 一邊維修 然後 那個 然後那個 另外一邊也可以運作 也可以再運作這樣 那 這個部分 它 主要缺點就是 我們開發的成本比較高 因為它 我們找了那個 FBML 對 FBML 那個 支援 那我們就必須 自己去開發自己的 那個網站跟應用程式 那這個部分 就是要先去 就準備那個 你要怎麼預算 然後 然後 資料結構怎麼定義 然後你 湊穿資料庫要怎麼存取等等 那這些都必須要考慮到 然後 而且它效能會比較低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它 你的資料是已經 所以 不是直接從 不是直接從 FB 丟給 User 而是 我們的資料 丟給 User 那 中間的話 就是必須經過API的溝通 那API溝通 就是必須要 用更多 因為它有些就 不資源了 所以 它必須要更多API code 來取得資料 交換資料 然後就花費比較多的那個 NOTRIP的那個 制度 那 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 它的就是 我們 資料的那個處理 交換都是在我們自己的 SERVER上面去運作 所以 對我們的SERVER來講 對開發者的SERVER來講 會有比較大的負擔 因為 它你必須處理那個 User的那個 Requake 然後另外還要再處理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跟Facebook溝通的那個部分 不過這個 它最 不過 那個 它這個也是 嗯 我是建議它Facebook也是 我們建議用iFrame這個方式 因為它 可以提供一些比較多的彈性跟變化 不會像 FBML一樣 它都結實了 然後 功能上也會有多少些限制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就是 以這個為主 那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它後來就是有一個 SFBML 它最主要的 作用就是 把 FBML把它延伸到 就是我們外面的網站上 就是我們自己的應用程式 也就是說 我們在iFrame開發的時候 就可以只用這個 FBML 來 直接跟Facebook來做溝通 也能減少我們伺服器的負擔 所以它 它就是算是 延伸出去的 而且它 就是 給外部網站使用 而且它 有搭配一些JavaScript的呼叫 然後 它最主要就是用JavaScript 來 只是你 後面再提 因為它 主要就是我們要先去 include它的一個 JavaScript的檔 然後 然後 你把它呼叫進來以後 然後 我們這個 網站它就會 呃 用SFBML以後 那些語法 它就會經由 JavaScript的那個 轉換 然後我們轉換成 HTML 也就是說它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跟Facebook 來做一些 轉換 那 這個 後面的話 它的呼叫方法 我們會 有一個簡單的demo 給大家看一下 那 像現在的那個 SFBML的話 就是使用 FBML的方式 來 來製作 那它這個 SFBML的話 你去它的頁面 它有些工具 已經幫我們提供好 那個程式碼 還有那個 那個 設置的一些東西 所以你只要 呃 跟它要那個 code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 幫你產生 然後就直接接到我們的 那個網站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說說Program印的話 它其實它有分成 iGram方式 還有 XFBML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 呃 會跟大家講一下 那 XFBML 它最主要是說了 那個 JavaScript的那個 呼叫 那JavaScript 大家會知道是那個 在 NUTSER 流氧器專那邊 是開關那邊 運作的那個 那個方式嘛 所以 它 前面的流程都跟 那個 我們的那個 iGram的那個方式 一樣 它就是一樣 一樣就是 先 將我們的應用程式 給呼叫回來以後 接著它另外還有 多了一個 7跟8這兩個流程 那這兩個的話 就是用 JavaScript 來呼叫 Facebook的API 也就是說 用這個的話 就是同時 我們SERVER 可以跟 那個Facebook 做溝通 那 Client段 就是UTER的部分 它就直接 透過JavaScript 來跟我們的 資料來做溝通 那這兩個 要如何去搭配 如何去使用 的話 就是我們在 開發的時候 必須考量 就是最好是可以取得 一個平衡 不要過度依賴 是 兩邊的其中一邊這樣 好 那這個的話 是它的一個簡單的呼叫方法 它的呼叫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在它的 那個 Facebook 不是 在你的頁面裡面 加入一段 Scrip 那這個Scrip 就是 connected Facebook 然後 它會給all.js 這個js檔案 然後另外就是 你在後面 就加入一個參數 就允許 XFML 等於一 等於一的意思就是 它會自動這個Scrip 幫我們 自動轉換 那個XFML 的東西 那接著呢 我們下面 就是只要去 簽入那個 Facebook 的那個語法就好 就是它 那個 XFML 的語法就好 實際上 那個 XFML 跟FVML 的語法 的使用方法很像 只是它 XFML 會限制一些 某些 某些 它不能用 它會比FVML 還要少一些 不過基本上 XFML 主要是 以做呈現的功能為主 這樣 那這個的話 是一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 是把它的一些東西 把它添進去 那同樣就是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 attribute 還有你 使用的那個工具 不同 它就可以幫你使用那個 它就可以幫你呼叫出那個 Facebook裡面的東西出來 那 你再看一下它的那個 其實它 控制的時候 幾行而已 然後 它 這邊的話就是 讓Facebook的那個 呼叫Facebook FVML的那個 原件 那再填上它 HVue 然後 前面的話就是只要呼叫這一段 這一段就好 那它 之後 它的那個script 就會幫我們來 做轉換成HKML的東西 然後之後 呈現的就會變成 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的話 是SFVML的一個簡單的應用 那 除了它 它交換Script 除了提供剛剛那個 SFVML以外 另外它也有提供了 交換Script 的SDK 來 供我們使用 那交換Script 就是 最主要就是 用JavaScript 讓那個 User端 能夠跟 用JavaScript 來跟那個 用Gov API 然後 也可以呼叫Facebook 一些連線 那這個連線 比較常用的 就是Dialog Dialog的話 就是 像是什麼 對話框啊 還有那個什麼 登錄按鈕啊 就登錄以後那個 頁面啊 然後是 取得那個 授權的頁面等等 它這些Dialog的話 都可以直接使用Facebook的 那個 JavaScript 來 取得它的API 然後取得這些東西 它就自動幫我們把 使用者 導向那個頁面 然後 然後 處理完畢以後 再把它導回來 那這樣的話 用這種 JavaScript 的優點 就是剛提到的 就是 將那個 運算的那個 負擔是 把它轉到那個 使用者那一邊 就減少我們 我們 server 在API 呼叫的那個 時間 還有那個 那 這邊要注意的是 你在開發 Facebook 你在用JavaScript MDK的時候 它很多 它很多 都會要你在 它的參數 或者是你在 你有那個物件的時候 它都會直接 它都要你 把你的API ID 把它 你要把它填進去 那簡單講 就是 你那個API ID 這個韓式 就是 Initialize 的那個 部分 你可以在那邊 把你 JavaScript的那個 環境 把它先 宣告好 只是 你到在上面 一開始就宣告好的話 就是你下面 就不需要做一些 多餘的工作 就可以直接幫我們 把FML 的東西 把它轉換過來 同時也可以用來做 API的呼叫 這樣子的話 就是可以 在前面 前置的一些 工作 那它 它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它的 一個文件 它文件裡面 有分兩種 它 那個 它 第一種的話 是同步的 第二種是非同步的 那個呼叫 那這個的話 是那個 那個同步的一個呼叫 就是當你 它整個那個 摟完的時候 就會好這樣子 那它 其實它有一些 物件有沒有 就是它使用的是 J上的那個 傳輸方法 就是 它這裡面的那個 參數啊 就是一開始 你就是先 把那個 Jupascript的那個 檔案 進來 那如果你好好 再用那個 SFML的話 你可以在 這邊 宣告 也可以在下面 那個參數裡面 做宣告 那在這個例子的話 它是 直接放在下面 這個 宣告的那個部分 那它這個 地方的話 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 是你的 應用程式ID 剛剛我們已經提到 只是你去 你的頁面找 就可以找得到 它這個ID的號碼 然後就把它貼上來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 會 你是設定說 要不要自動檢查它的 登錄狀態 那它這種的話 就是 只要是 讓你來做說 就是 你的應用程式 就可以check 對方就是 使用者有沒有登錄 那如果有登錄的話 你就幫它 導演到 我們的那個 應用程式本身的 那個地方 那如果沒有登錄的話 你可以 你就可以 使用它裡面的 這個函字來 Check 出使用者有沒有登錄 那沒有登錄 你再幫它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登錄頁面 或者是 登錄的按鈕等等 那這些都可以來 做靈活的運用 然後另外就是 Cookie Cookie的話 它最主要 會放一些 會放一些 算是一些 Key或者是 Token 那它這部分的話 還要搭配 Facebook那邊的 Session 來做使用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通常都預設都是True 因為 如果關掉Cookie的話 有一些 登錄的 流程 就是運作流程 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 第四個跟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 是否要自動轉換 SFVML 那通常 如果你 如果要用SFVML 的話 就直接設成True 那就好 那這一段 你把它宣告完以後 你下面的 就可以直接 輸掉那個 Cookie的那個 函視出來 那它現在 有一些比較 比較核心的幾個 幾個媒體 就是什麼 Gate Station API 呼叫 還有那個 Login Login Logout 還有UI UI就是那些 對話框之類的 那這些 你直接 取得以後 就是它裡面 有些資料 你可以拿來做 你可以拿來做應用 或者是做處理 那這個的話 就是 接下來做的這個 範例是用 SFVML的呼叫 然後再加上一些 SFVML的東西 那先大家看一下 它整個 那個 部分 它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使用它 我是用 抓取使用者的 然後 再添入那個 SFVML的那個 讚 還有那個 那個 common的那個 部分 然後下面這個是 推薦的 那個 推薦的一些 框框 那這邊 最主要 JavaScript的部分的話 是做Login Logout部分 像我這樣 現在按著這個Logout的話 它就會幫我們登入 對吧 就幫我們登出Facebook 然後 這時候我們看 它就會說未登入 那 接下來就是 再來用這個 它這個同樣也是用 然後就把Facebook來做呼叫 那它呼叫出來 就是會顯示出一個 就是 登入的對話框 你只要 那使用者 融著對話框以後 它就自動幫我們把 那個 頁面都找回來 而且它是已經 有登入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們的那個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或是網頁 它就可以正常的去運作 那 其實它 它 Code的部分 我找一下 好 這部分 它這部分就是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這個的話 是 A single line 就是它 同時 就是它 同時會露網頁 然後同時也會露這個 Scriber的部分 那它 這邊的話 宣告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添入我們的 APPID 然後還有 它的一些 設定刊測等等 那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 主要是做那個 它非同步的一些 處理 好 那全部做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下面 來做那個 還是 的呼叫 像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 那個方 我做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 先 它這邊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去呼叫它的那個 登錄的按鈕 還有那個 呼叫它的那個 登書的按鈕 它這部分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用 FBML XFBML 或者是用它的 那個 API呼叫都可以拿來做 那我們剛剛提到有一個 就是 最主要API呼叫 是用第二個 那個 FB.API 它這個API 它後面的按鈕 就是調整說 你要呼叫哪些東西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在 那個 PSP 那個 SDK的部分 會提一下 這個的話 要注意的是 你要去看它 那個API網頁 它所提供的 有哪些類型的資料 還有 哪些必要的 那個資料 那 弄好以後 它就可以直接呼叫出來 它之後會丟一個 學上的資料回來 那我們就自己把它來做 闖判跟使用 好 那 剛剛那個只是 一個簡單的應用而已 那 接下來我們就是 切入比較 那個 我們主要是 那個 我們SERVERSIDE 來做那個 開發應用的部分 這邊最主要就是 qualk UAP 它最主要精神 就是要 將那個 整個Social Guarde si 那 我們可以拿來 做使用 而且它是一個 有一個一定的格子 然後他 這個物件就是 就是 都是在那個Social Garde 裡面 那我們可以取得 它的那個物件 也也可以取得 它跟其他物件的一些關係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定例的是說它裡面每一個人事物 就是那個人事物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註冊的ID 像我們下面這邊講的 像什麼你的人的profile 然後或者是你的照片 event 然後page還有grouper等等 那這些的話這些資訊 我們都可以使用它的quack API 來取得那些資料 然後來做使用 那同樣我們剛剛一直提到race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樣 用race的方式 就是我們指定好那個資源 的那個號碼 或者是它的一些相關刊測 把它一次送出去以後 它就會直接把那些資料丟給我們 那它丟出來的就是 以絕上格式來表示 像這個的話就是我 那個分析它裡面的其中一個node 那這個node的話 它就會幫我們 像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那個 quack informatic的社群的那個編號 那它就會幫我們把 像我ID啊 然後name啊 description啊這些 用一個絕上格式把它打包出來給我們 那我們 要用的話就是寫等式跟它要 然後它再用出來給我們用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就是它除了是 它是包含了所有人事物嘛對不對 那人事物的話就是 這個的話是以人來說那個代價 那它這個編號的話就是 每一個編號都是 都是一個主特的 就是你要看說你的用途是什麼 然後去呼叫它那個 它那個編號的那個東西 像這個的話是一個人的provile 就是什麼君迷路然後怎樣的 那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人事物都可以拿來做存取 那而且它Walk API現在已經有提供很多 語言的那個開發工具 像JavaScript剛剛我們提到的 還有PHP SDK 然後那個還有在iPhone iPad上面的那個開發 還有Android的SDK等等 大家要拍照也有他們的那個 一些範例做教學 那這些其實都做得到 是因為它最主要就是 用HTTP來做傳輸 就是你只要有辦法送出 它的Request的話 它就有辦法丟個Response回來 所以實際上它就是 兼具有話語言跟話題材的那個 優點 那這個的話是那個 我是用PHP SDK 去做的一個簡單的 翻例 然後先來看這個 它這邊的話是那個下載網頁 就是你可以看它裡面的一些東西 它這個最主要的話 是有分散的資料 第一個是Example 就是它做的一個簡單的 呈現的翻例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 它的那個物件的部分 它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裡面 有一個Facebook.psd 它這個是就是用那個物件 對 它是用一個物件的那個形式來 來做 就是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直接new那個物件 然後 丟出相關的參數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它物件裡面 提供的一些function 或者是它裡面的一些 參考資料等等 那它這個 使用這個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有一些API護照 或者是它資料處理 已經幫我們處理好 像這個的話 我們送出那個API code以後 它丟回來的資料 是 呃 不是 它不是原始的那個學校 它最後丟出來的是一個 PHP的那個陣列 那就是一個縮圍的陣列 那這個的話 就是它已經幫我們轉換好 我們在使用上面可以比較方便 而且它API code之後 你只要用一行API的那個護照 它最後你放回來 只是幫我們都處理好了 好 那接下來這個 這個的話是那個 它 那個esample裡面的那個資料 它這邊最主要的 它最主要精神就是幫你把 裡面的一些有些資料 有沒有 像它這裡面有一個什麼 Gate Session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取得 那個Session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裡面 有一些是可以讓我們來使用 像是 asset Token 還有那個使用者UID 這些 這些 我們都可以運用這些資料來做那個 應用 那像是那個 下面這邊的話就是個人 provide的部分 那這provide 你可以看到就是比較詳細的一些provide 那它最主要差別就是你有登錄 跟直接在外面看的話有不同的那個結果 那這部分我等一下會跟大家看一下 其實像下面這個 這個它的範例是說它是有一個 它是算是public的資料 就是你不需要用一些比較近一步的認證 就可以拿到你的資料 那像是頭像啊 你的名字啊 這些都可以取得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有一個access token的那個東西 那access token的話就是它 最主要就是取得使用者的那個認證 就是它就是使用者的那個身份 那 它這個的話 它每一個使用者 它登錄完以後都會產生一個 新的那個access token 就是說假如我從這個的話就是 access token就會不一樣 那這個access token的話 它最主要是放在那個session裡面 那session的話 我們剛剛有看到是它資料這邊 這一串 就是它這個session的那個array裡面 它有一個access token 那這個token的話就是我們最主要要 API物料的時候會 很常會用到的一個那個變速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是有些比較隱私的資料 就是必須要配合這個access token 它才能夠去運作 像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什麼是一個ohos essession essession當然是中間 就是土地可能缺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 執行圖中的什麼錯誤 那它才會出現這個 它這邊的錯誤訊息是說 an active access token must be used 就是你必須要使用它的那個 assess token才能夠 復取這個me這個資料 因為它真的是 復取那個使用者自己的資料 所以它這個me的話 它就是沒辦法分辨出是誰 所以我們那個assess token 就是必須壓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們再把剛剛我們這個 assess token把它丟進來 它這個assess token就是代表現在登錄的那個 使用者的那個 資料 那我們就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以後你就看到 它有資料了 而且它資料是我剛剛登錄 是我剛剛登錄的那個成分 就是eric chain 然後它會把一些那個 像是什麼 比較詳細的資料把它丟出來 那這部分就跟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我等一下 它這部分的話就是有一些人 就剛我們前面有一個demo 就是像我剛剛看小胖的資料 它 它寫到前置的就是這種短短的寫行 就是幾個東西而已 那那個的話是 它的那個pubing的資料 那有了assess token以後 我們就可以取得一些比較近一步的資料來做處理 那這些的話就是你要先看看它的資料可視內容 然後來刷出來 然後來做應用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另外一個辦理就是 我們來抓那個登錄使用者的那個朋友 那這個也一樣 就是我們也是缺少的那個 關鍵就是assent token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可以把它這樣 把它貼起來 把它貼起來 那你就看到我的朋友名單 它的那個資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其實 它API的話有分成兩類 第一類的話是那個 第一類的話是 第一類的話是 我等一下 就是第一類是那個 取得公開的資料 像這樣 它公開的資料 就是 找找的 然後有一些東西就是它不會給你看 那有了assess token以後 是我們已經取得使用者身份的那個認證 所以我們可以取得的 就不只是那些 那些比較公開的資料 而是一些比較強勢 像隱私啊 像你那個學校 什麼等等 那這些資料的話 都可以藉由assent token來取得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 這個部分 就是它API的部分 那它這邊的話 它上面這邊 像什麼Use啊 Page Event 它這個的話是取得一些比較 PUBLIC的那個資料 直接把你直接呼叫 都可以 你看像我這樣 直接點進去 它就會顯示一些那個結果出來 像這樣 那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 隨時 就只要隨便 就是不需要其他東西 就可以呼叫 那下面這些 像是你的朋友啊 或是你的最新消息啊 或是你的照片 Poto 或是Video 還有你的Group等等 這些跟個人 就是個人有關的那些資料 它就是必須要在後面 加個assent token 它才能夠運作 所以你在 做的時候 必須要注意到誰點 就是 認證的部分 一定要先做好 不然的話 有些資料沒辦法取得 像應用程式的話 就是會 有問題 那 其實它取得方法很簡單 就是 我們也是一樣 呼叫他們的那個 OOS 提供的那個 Pacebook提供 OOS的那個方法 那它這邊的話 最主要的話 是你 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你的APPID 然後第二個是你 重新導向的那個 UIL 就是它登錄完以後 會幫我們把那個 頁面再導回去 那個我們的應用程式 這樣子 所以 這兩個的話 是它一定要有的那個 東西 那像這一個 以我自己的 我自己做的那個 應用程式來做 來做 做範例 就是我填入了我的 APPID 然後再 重新導向以後 會找到我的那個位置 就是我的應用程式去 那我現在的話 就是先 先登書 然後 再看一下 像這樣的話 它就會要求那個 使用者來做登錄 那登錄的話 它就可以 幫我們找到後面這個 那個後面這個有沒有 它有一個 那個 那個 UIL 它這邊的話 就是會幫我們 把參數都設置好 我們不需要額外去設定這些參數 它之後就是找回到我的那個 應用程式來 然後這個的話 是那個 這個的話 又是另外一個授權請求 那個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好 那我們先繼續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光 我們剛剛 有一些 其實那個 有ACIS FOCEN 已經可以做一些功能了 那可是 像一些比較進階的 你要使用者 你要在使用者的 塗壓場上面 發布信息 或是Demail等等 這些的話 你如果光是直接使用這樣的話 就是直接使用ACIS FOCEN而已的話 它是 它是不會給你去 那個 做ACIS 就是它會跟你說 一樣 就是跟你 然後跟你說 錯誤的內容 它錯誤內容會說 需要一個Permission 那這個Permission的話 就是 我們這邊提到 就是它取得一些 個人資料以及 存取的權限 就是它給我們 那個 我們的應用程式 或是我們的網頁一些權限 來做它的一些事情 那它這個權限也不是一次 那那個Permission 不是一次就可以選佈 就是你的 你有程式就必須要 那個 考慮到你要用哪些Permission 像是它這個你就有分類 從什麼Data Permission Publishing Permission 那這些資料的話 就是有分類 那這裡的話 Facebook有提供一個完整的 那個Permission的各種分類來做 那我們就是看 那個 我們的需求 來去跟使用者要那些 受選的那個 請求 那它取得方法 其實 跟剛才那個 認證的話 差不多 只是它後面多了一個 就是scope的那個 那個參數 那它這邊的話 就是把我們剛剛的那個Permission 有沒有 那些名字你把它貼進來 像什麼email啊 read a stream啊 這一種的 那它這的話 就是根據你 後面scope所做的請求 來 顯示出一個對話框 那個對話框 就是會做什麼 統一 這個應用程式來 取得一個email 或是來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的話 最主要就是會 將這些旋線開放 給我們應用程式使用 那它 它只會開放 那些我們所要求的 那個Permission而已 所以它不會說會突然 給你把所有東西都開放 或是把你的 全線全部開放 就是 這個部分的話 是可以來做採選 那這個的話 就是一個範例 就是一樣 使用我的那個 應用程式 然後 我所要求的 有幾個 第一個是publish 就是那個 主要講的那個 然後第二個是email 第三個是 User的那個 個人檔案 那它做要求的請求一樣 就是 你只要 塗掉它這個 它這邊的話 就會顯示 剛剛我們所做的那個 分明顯示 剛剛那個email 主要講 還有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file 然後按完以後 就是 按同意 然後它就會 它就會直接那個 取得授權 然後幫我們倒回 我們應用程式 那我們應用程式 就可以來做 這些動作 就是發佈email 不要想取得 它的個人資料 這樣子 那如果你都沒做的話 就直接用的話 它就是會顯示 那個oOS的那個 收入 就是你 你沒有取得授權 所以你不能做那些 動作 那其實你要不要 你要確認 使用者 我幫我給你一個 Permission很簡單 就是紅色的這一行 它這個code的話 是指 那個Permission 就是那個 授權完的那個code 那那個code 如果你有 授權過的話 它基本上 你去request 它就會 丟一串 那個數字回來 那下面這邊的話 就是 就是一個範例 就是 檢查說它是Empty 如果它 它是空的話 它就幫我們找到 就剛剛那個 那個oOS的那個 認證頁面 那個網址 它就幫我們找過去 然後之後 認證頁再找回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下面的 那個 層次的運作 好那 這個範例的話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就是有那個 Permission的那個 那個範例 它這邊的話 可以取得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 還可以去那個 你的塗鴉牆 發布一個訊息 這個的話 應該有些人已經知道 有些人被我陷害 如果是玩這個 就是 你的塗鴉牆 就會出一個 莫名其妙的訊息出來 好 我先同意 同意完以後 它就幫我找到那個 那個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 我是把它的那個code 給出來 代表說 它這個code 是已經認證過 已經受選過了 那 下面的話 就是我做的一遍 那個取得它的資料 那 取得資料完以後 大家看 欸 我還找了圖鴉牆 你就發現 你的圖鴉牆 會做了一個 莫名其妙的訊息出來 那這個訊息 就是我們應用程式 發給它的那個 訊息 那這個的話 就是像我們什麼 什麼誰玩樂 什麼東西 然後連結是什麼 那它這裡面的話 都有那個 規定的那個 格式跟範例 還有那個 圖片等等 欸 我等一下 其實這個 應用程式也很簡單 就是 它最早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取得你的那個 授權是否有 有沒有通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再把它掃回 找到那個 認證授權的那個 頁面去 那接下來 下面的話 就是使用它 SDK 就是我去new一個SDK 有沒有 它這個 附件的那個 類型就叫Facebook 那你只要 在一開始就是把它 require進來 你就可以用它的那個 東西 那API護照的話 就是在這裡 API護照這個 後面這個有沒有 斜線密有沒有 這一個 它最主要是看 這裡 就是假設我要 像我要靠用newfeed 有沒有 我就打me 然後一個 然後選hon 像這樣 這樣的話它就會取得不一樣的資料出來 就是它會 根據你所要求的那個 要求的那個 就是你輸入的 單數不同 然後給你不一樣的資料 它最後就會把它丟出來 然後 變成一個那個 陣列的那個 形式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做取得資料 那 另外message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做 那個 PO那個塗牙牆的部分 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這邊 打算打了很久 因為 要那個 需要取得授權 然後那個 我一開始就不知道 那個授權怎麼弄 然後看了半天以後 才發現原來 只需要一個網址 就可以搞定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它 一樣也是用API護照的方式 只是它 那這邊的話 就是你必須要 再附上一些 asset token 還有一個 那個message 那這邊的話 它最主要 你要定義說 你這個 你的API code 是使用Post的 所以你必須要把文章 把文章 也修成那個Post 出去嘛 那它這邊 有一個要求 是你的message內容 你的message內容 就是你要把它打包 成一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 有規定格式 像message、name、link、description 還有它的圖片 有一些是optional 然後有一些是一定要有的 通常這幾個 我篩選出來的這五個 應該通常都是那種 也很必要的那個 因為有一些應用程式 如果你看到它 資訊不完全 你也不會想去用它 就是你會覺得很危險 或是怎樣 所以通常這種你要 提供的資料 是越完整越好 那其實它這個API護照 就是像剛剛那樣 就是你的crans 然後再把它全部印出來 這樣就好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 把那個資料做輸出 的那個動作 那這地方的話就是 就是用那個幾個 迴線去跑 就可以把那個資料 全部繞出來 把它扣出來 好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再來 到這邊大家 這邊也沒有問題 或者沒有什麼 comment 對這個 對這個 不然是JavaScript 或是THP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 要能夠聽 懂 第一個對幾個技術的 基本描解 要有認識 然後再對Facebook的 這個 它的convention 然後有一些認識 然後我想應該是 大部分是反正推波 但是在你使用的時候 哪些 呃 有一些叫做會繞很久 會什麼 它沒有犯例嗎 像是 像是等會阿翔 剛剛講的 你會被卡抄一段時間 喔 那個地方只要是 你都沒有 呃 它有犯例 可是它不會 它只有提到說 你必須使用那個 它的Permission 它這邊 然後你Permission 以後就要再去看它 OOS的那個 文件 就是還要再 倒出去 然後再回來 再一次用 它不是直接這樣 對 它是句話 對 因為那個地方就 讓我們卡 只卡一段錢 就是取得那個獸權的部分 就是 後來發現其實 不能 就是那個 以後大賽做的時候 就不要像我一樣 重複 耐算 就多老耐全這樣會很低 有沒有請教一下 我們的獸權專家 嗯 它每次是首付禮物 哈哈哈哈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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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只要是那個 你知道 只要是因為那個 也不想 也不想增加 學長的負擔啦 好 學長有沒有什麼 到現在我一直對 所以 誰怎麼代表加上 跟PHP的這個 這個部分 好 你有什麼想 因為 他如果說 我那時候 我跟小龍姐 跟誰一樣 我就說 其實就沒有很難 因為那個 老弟他做到一集 可以送嘛 那時候 發好跟 然後 有沒有看到 他自己沒有來握我 哈哈 你也想說 我怕那個 到時候學長 會那個 對整個 對 整個 整個 HQS SDK 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到的地方 或都也有用過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或是 那個 三屆同學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HTL HTL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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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東西 一定要 說有一些 普遍 一定要真的存 存在一個檔案 所以 有一些 他的 HTL 有沒有 有時候 就是用 這個 鋪品 那種 就是 設計的時候 可以選一些 就是 他 一定要 那個 有一些 他 不能 用 暫存下來 暫存 因為他那個 Facebook 有一些 資料有暫存 對 所以 比較直接的方法 就是你就 不要用暫存 就直接 用 ADI 去跟Facebook 再把它拉回來 那 他也是暫存的 哦 那這部分 可能要停掉 腳上 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繞過去 還是怎樣 就是 就是他那個 我們去跟 Facebook 要回來的圖片 他是把它放到 暫存的 就是放出品裡面 可是 那個 HTML 放有一些 不支援的一個 放手 沒有怎麼說 這個的話 應該是有替代方案 只是要 再去捨立看看 因為HTML 那邊我比較 看比較少 所以 那邊要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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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沒有 好 那還有其他問題 或是 今天要分享 什麼 接下來的話 是跟開發比較沒有 大的關係 就是使用一些工具的 介紹 還有他的 那個 Poloco而已 好 那其實Social Park In 他是在OpenGraph的 那個整個 整個 發展裡面 算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之一 那他這邊 他 他的定義就是說 他讓你 Let you see what your friends like 就是 他會 看一些資料 然後 就是你可以取得一些資料 然後他這些資料 你可以從web上面去取得 不一定是從那個 就應該說 讓他跟Facebook做連結 然後 這些東西都是在網路上 你可以將這些東西 網路上的東西 把它拿到跟Facebook來做連結 從此 你也可以拿來 取得 那些資料也可以拿來用 那他 那個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貼上一個iPhone 不過他現在的話 主要是以 SXVML為主 那他 有一些的話 就是一定要用 SXVML 那有一些可以選擇 你要用哪一種的那個 遷入方式 那這個 使用這個的優點 就是他 官方網站已經有提供 那個 現場的程式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 寫什麼呼叫什麼的 他都已經幫你寫好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 你到貼上去 他就出現在 你的那個頁面上面 那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 他有一些應用 有一些元件 他必須要用你APPID 例如那個 有一個 等一下再看看 你也查 有一些 有些 那 最簡單的就是用那個 那個 那 這裡面的話 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元件 都有挑選 那你只要 根據你的那個需求 直接點來看 就知道了 那他裡面其實還有一些參數 所以你只要 像我這個有沒有 像這個的話 他是推薦的那個 推薦文章的部分 那他可以針對不同網站 來做推薦 像我現在輸入 SLS-VIVO-TUNNET 然後 他 就會幫我們在裡面 就是找那個 有用那個 SOS-VIVO-IN的那個 這些文章 然後把它 像我這個都是我們那個 SOS上面發布的文章 他就可以幫我們來做推薦 其實他這個部分 就是給你一個 方便的工具 來去做使用 好 那 例如我們那個 單純的報名網頁 就是使用那個 SOS-VIVO-TUNNET 裡面的一個 那個 註冊的那個 原件 那他這個的話 最主要是他裡面 除了有他基本的 必要的格式 另外你還可以自己 定義說你要 使用哪一些資料 像什麼 學號啊 系列等等 這些都不是Facebook 所 不是Facebook 所提供的 原生的那個 物件 你可以自己來把它 定義出來 然後 他這部分 就會跟我們Facebook的帳號 和資料來做 那個分合 那這個的話 也是Facebook 做那個 OpenGraph的 那個最大的一個 他就是把這個 術手 就是延伸到整個 那個Web上面去 那現在 用那個 Facebook 外貨原件的 網站裡面 越來越多 像Blog啊 還有一些經文網站登上 這些都使用到 那個Facebook的 連結的部分 那接下來這一個的話 是那個 OpenGraph Protocol 那OpenGraph Protocol 其實他 就是最主要 是 他這裡寫說 Instagram GradeUFace 然後 into SocialGraph 只是把你的網站 有沒有 就是把你的網站 加入他的那個 那個SocialGraph裡面 讓他 他這邊寫說 是有更多的 問題 就是更多的機會 讓你的那個 網站 有辦法 去那個 跟 就是讓更多人去注意到 或是讓更多人一起 按讚 這樣子 那像 這個的話 就是 假設我喜歡看留言中結者 然後 他的官網假如有放一個 按讚的按鈕 那我就可以 按讚了以後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 他的資訊 就是他 他那個有各種 鬼類像什麼 運動啊 TV秀啊 然後什麼 那他這個的話 是在他們的網站 就定義好了 那我按讚以後 他就自動幫我們把 這個 有沒有 上面這個 興趣欄這個 多新增的一個 那個 這個 那他這邊的話 就是下面就是會有 那個 他的資訊說 是誰 對哪一個東西 然後按讚 這樣子 那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在你的網站上面加入META 就是在 在宣告你的網站的時候 定義你的網站的時候 就是 加入那個META的標籤 那他這個標籤的話 他有幾個 是說 他希望是 有一個 他有一些是REQUIRE 就是 一定要有的那個資料 像 Title啊 Type啊 然後UIL 然後這些 那 其實這種的話 是很簡單 你只要 複製好他 他這一段 那個 他這一段的那個標籤 然後你只要針對你的網站 資訊內容去做修改 他就能夠 直接把他那個放 他就會去跟我們那個 他就會去跟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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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掛粉那個 的部分來做連結 那如果你在配上那個 都去刮個印的話 那他的話 就可以幫我們把這些網站 定義好這些資訊有沒有 就把它放到Facebook上面去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更多 同類型的人 或者是 就是 像社團啊 或者是推薦等等 就可以 就可能 可以推薦到你的網站 然後讓更多人來看這樣 那 他現在已經有定義很多種類型 你看什麼 相簿啊 豬啊 飲料食物 然後 TV show等等 那他現在就是 除了標誌網頁以外 另外還可以標誌那個 標誌一些網路上其他資源 像是MP3 或者是 那個影片啊 Flash YouTube 那種多媒體資料 他已經也能夠把它標誌出來 也就是說 可以讓大家 就是在取得授 只是 現場的關聯性的時候 可以讓 有更多人的參考價值 那 這個的話就是 其中那個 他那個 多媒體的那個翻譯 這樣就 那就不做 因為他這部分的話 他規定的格式有沒有 在他們的 那個 OpenGraph 網路口的網站上面 都有 在網頁上面都已經有提供好的 那個 一些定義的資料格式 然後到網頁上面 就可以了 那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前面有一個 就是 他說就發一個印象說 他是想說提高你的知名度 可是他要實際上你這些提供的資料 對那個 Facebook都有很大的貢獻 那這個貢獻就是 對於Facebook現在最大 最想要做的那個東西 來做那個 來做 因為他 其實他那個東西呢 就是需要做一個分類 然後就是 分成各個左面 然後那個左面裡面 就有各種的左面 那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有利於來做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想到哪 就是他這個 他整個OpenGraph 他最大的一個 算是他背後的一個野心 沒錯 因為他 這個部分他就是他希望 能夠把所有網頁網 我們Internet上面的所有元件 他是希望 把所有裡面的物件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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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fried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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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偏那個比較開發的那個部分 那之後做個總結 其實我們在開發部分你只要掌握三個要點就好 第一個就是你去 摸說如何去使用SDK 然後另外就是了解那個 第二個就是 Web API的基本架構依據 Web API的那個輸教方法 那這個輸教方法就是你去跟他要資料或是送資料門上 第三個就是認證授權 就是你去取得人家的身份然後再去取得人家的Permission 那這樣的話 你只要這三個會用的話你就已經具備了那個基本Facebook應用程式的那個開發能力 而且通常也說是不會超多這三個部分 除非有特殊需求 這三個其實就算蠻 算蠻夠用的 好那再來就是 未來你們在做專題的時候就可能會遇到 就是給你們一些建議或者是一些方向 就是你們要先構想說 你們 那個 你們應用程式的內容要是 做什麼 然後會用到哪些開發工具 然後或者是用到哪些資料等等 那其實這些資料 取得都不難 最難的就是你要如何去 讓你的這個應用程式去運作 然後 能夠去吸引使用的 像現在 很多都是使用什麼 Flash 或者是那個 有些什麼3D的那個 那個 UAT UAT Flash那一種 那那一種的話就是 整個在 那個 視覺 效果上面會比較好 那 如果是要做Facebook應用程式啊 最好就是要 能夠有 吸引使用程啊 用程的動力 無論是你是要用成就獎勵 或者是一些什麼 我們跟老師剛剛提到的商速那些等等 都是一些 重要的考量之一 然後另外第四個是針對你們在研究 就是在 準備資料的部分 一個建議就是剛我們提到 中文的資料可以看但是 看看就好 因為他有一些可能都已經過時了 或者是一些根本就是 已經現在又根本已經不合用的那個概念 或者是資料 那最好的就是你去看他Facebook的那個Developer的那個Document 因為他這邊是常常在更新 像我在過年前看的話 他已經把整個分類又改過了 然後他這邊的話有分的更清楚 就是把一些比較 他有分成 就是初步的那個概念啊 然後再講他核心技術啊 然後最後再講他一些比較延伸的 像 這些比較 進階的一些用 使用工具然後還有這個SDK 他這邊已經都把你分類好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我看資料最好是 直接到他們官方網站去看 因為畢竟那個經過專手的資料 可能就是會有 失真或者是有些誤導的那個問題 然後另外就是分工合作 跟工協調 你們有時間就 討論一下 就是對於這個 像Facebook 不一定是Facebook 就是其他 你們在做功能上 或者是系統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都可以 也來跟我們討論也OK 然後另外就是 獲取薪資的話 就是要隨時去注意 API的那個跟蹤 或者是教訓 因為API 他有 通常都是他的那個 你只要同一數 你露一項 就是說 當Web API有 變動的時候 你就必須跟著變動 否則你就 就是 不能使用 這樣子 通常都會有這個 都會有這一個條約的出現 也就是說你的腳步 必須跟 必須跟著那個 那個 Web API提供的哪一方 我們就提供方來做變動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去看他的那個最近消息 因為有時候 有些東西放一段時間可能 突然就不walk了 那有可能就是他們那一邊 API做了一些 變動或者是有一些問題等等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大家也要多注意一下 好